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净土在人间 人心啊 总是要时时刻刻 调整我们这一年 本性清净在人头 这就是佛性嘛 不过人心啊 总是要好好地自我温馨 我们每一天啊 对天地人物 有没有尊敬的心 那天里地里啊 人的道理 我们有没有恭敬顺从 常常有人这么说 一天里假 就是萌啊 我们不能呢 一天独立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 顺着天理道德 这样的人生啊 才能真正的这个理归言头 理归言头呢 那就是心灵清净啊 可是呢 偏偏偏偏偏我们人啊 都是一念吃茶 茶吃好理啊 就四亿千里 不断的无名污染啊 我们现在 总是要找回鬼 心路源头 就是要教育 假如呢 不接受教育啦 那这样的人生啊 毫无忌惮的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哦 看看现在的社会啊 尽管 普天之下这么多 这么多的灾难 可是他们毫无关心 总是呢 灾难离我很遥远啊 今朝有酒今朝醉啊 这社会现在已经有这样的 天天所看到的 都是颠倒人生多啊 那一种的放纵自己啊 都是在消费 这种的消费过渡呢 一定啦 总是 总是会失掉啦 这个人的毅力 以利多重 总是呢 会一败涂地 看到现在人 社会的这样的 消费心态啊 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唯有明星 心灵啊 赶快呢 清理好 让我们心灵的 这一道熟光 要让他呢 能透露出来 所以啊 这就是要先从 少欲 人人要寡欲啦 就是少欲啊 那我们要多能提倡 疼喜悟命啊 那如果稍欲一下 如果稍欲一下 如果稍欲一下 少欲知足啊 那他很自然就会 懂得如何 疼喜悟命啊 现在最重要的 总是要 赶快来呼应啊 呼应呢 环保全民化 徜徉这个 喜福的观念 人人啊 要身体力行 从自己的生活开始 检讨 自我反省啊 真正的要做个大忏悔啊 改变啊 生活方式 回归 以古朴的生活 这样 对普天之下 才有帮助啊 不要一点反省的都没有 所以啊 都不会有保护或者是感恩 疼喜三地 敬重天都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 要静天爱地啊 要静天爱地啊 我们真正的要 戒圣虔诚 嗯 已经 佛法中啊 都是常提起 无常 提起 国度为罪 佛陀不断的 向世间人啊 警告 可佛陀同样呢 佛陀同样呢 也不断的勉励 人都可成佛 不断的勉励啊 我们人性一转啊 转恶行善 那就是造福人群 有福就能平安消灾难 这也是佛陀在勉励我们如何消灾灭难 但是可惜的 人有多少人能听 有机会听 有因缘接触 能身体力行 到底有多少人呢 太少了 所以一直一直跟大家说 要人间菩萨造成 我们一定要起觉悟之心 人人心中都有一盏明灯 因为我们一定相信佛陀所说 人人本具佛性 人人都有以佛同等明亮的灰灯 这一盏智慧之灯 只是在无事以来 就是那一面的无明 笼罩了 让我们的智慧之灯 被无明朦胧的覆盖 所以我们已经来到人间 真不容易 佛陀不也这么说吗 六道之中 人道难得 既来为人 这个人生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既的人生 我们应该要寻找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道路 不要迷失我们人生的正确方向 正确的方向 就是要起开了我们的 觉悟的明灯 那就是智慧 智慧的道路 找到了 人人要及时点起了 这一盏灯 在众生无明茫茫长夜中 需要菩萨提起了 这一盏明灯来照路 哇 可以知道 路实在是堪坷难走 更需要菩萨们 大家要花起了大心 铺起了大爱之路 所以我们要用爱 铺路走过来 菩萨们提灯照路 用心铺路 这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刻 人人人必定要发心力艳的时刻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